在这一部经里面 我们大家很清楚 释迦牟尼佛 连续的四次 都劝导我们 一定要发愿 亲近阿弥陀佛 往胜西方净土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我也相信你们来到这边念佛 或者在家里的经过这个视频 也都是一样 就是希望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世间 离开六道 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能够往生净土 那我们这一生就不白来了 因为我们获得 是了生死除三界 这一件大事 真的不容易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清楚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四次劝导我们呢 这个有很深的道理 也有很多的原因 最明显的呢 我们在五量寿经里面会看得到 佛在五量寿经 有讲到四境的 哪四境的呢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在五量寿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有为我们说明了一件事 如果大家懂得这一句话呢 你就会晓得 这一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真的我们的亏啊 吃得很大 而且这个亏啊 吃得太大了 等到来世 来生 遇到这么好的环境 又闻到这么好殊胜的妙法 又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这种缘啊 可依不可求 稀有难逢的一天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今生来到这个世间 是为了什么 不仅仅为了吃饭 工作赚钱 最大的原因 我要来到这个世间 是为了什么 那未经许的 大家